就因为这个使徒行传太过太过的精彩 太过的震撼人心 好像高潮叠起的所有的经过 我们都会公认 这是圣灵伟大的工作 在初代教会 在每一件事件 每一个教会 初代教会 圣徒 信徒 使徒所经历的 公认都是圣灵伟大的工作 所以从古至今 每一个世代的教会 都会把自己与初代教会来相比 然后看初代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从那边得到信心 从那边得到热心 从那边得到意向 也得到能力 但是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 我们要谨慎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把初代教会美化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不要过度的美化初代教会 不要将整个初代教会讲成 无瑕 所以一讲到三千五千个人就信主悔改 这个叫复兴 这是我们很多的教会一直要追求的一种经历 彼得 保罗他们呼风唤雨的下间教会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的时候天使来把这个监狱的门打开这样的事情 你如果对《使徒行传》就这样的了解的话 你今天哪里看 在监狱打开 你今天哪里有看这样的事情 你的手筋拿出来放在病人身上 这种只有在那种奇奇怪怪的大会里面发生了 有一些神经病 灵恩的那种牧师 就是拿自己的手筋出来的 就是要学保罗什么这些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很清楚知道 也同样圣灵 但是我们因为过度美化 太追求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像使徒这样 看到什么病人 就给人按手祷告 然后那个病人要起来 然后要叫他瘸腿的站起来 大家拍手 然后这样的来夸耀主的工作 觉得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膏 这个就是教会的复兴的话 各位大错特错 这个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过度美化使徒的服饰 和初代教会的经验 其实相反 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人的软弱 很多事工的艰难 很多事工的艰难 初代教会里面其中很多的纷争 有虚伪的事情 有行为不道德的事情 甚至有异端的兴起来 所以你们看 整个主的教会 刚刚有复兴一下子 然后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当中应该是要读了《使徒经传》才来的 所以没有时间讲太多 那复兴的苏代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 一复兴的时候 怎样 亚拿尼亚 撒菲拉的事情 他们欺哄圣灵的事情就发生 有没有 有很多很多在耶路撒冷里面 教会里面看起来是复兴 然后一般的事情 很简单的一个饭食的事情 那寡妇在供给的事情上 又被忽略就吵架了 就纷争的事情 就埋怨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像谁 像我们一样 对不对 一模一样 那斯蒂凡一熏道的时候 然后信徒 哇 信徒出去传福音 哇 这样伟大的事情 各位 所以他熏道了 其实很多的门徒是因为被逼迫 逃离现场 你们了解吗 不是他们很勇敢 他们是被逼的 他们在教会里面很舒服了 然后逃离 因为逼迫来了 对不对 所以逃离的时候 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 叫他们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要看到的是什么 各位要看到的是 圣灵的伟大 不是人的伟大 不是要去美化一个初代教会 不管使徒是怎样的蒙恩高 但是他们是人 在这伟大完美的全能的圣灵 在软弱的人身上 所做的伟大的工作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真的 原来都是神 教会里面就是内忧外患 但是即便是这样 里面有上帝很信实的保护 信实的带领 所以当使徒们教会受圣灵的引导 一步一步走的时候 一个一个难关就是排除 归正主的教会 兼顾主的教会 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的教会 早期的教会是怎样 今天的教会怎样 更是怎样 有没有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要说是绝对的 就是 教会绝对是基督所建造的 我们主耶稣说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我们以为是人建造 我们以为这个牧师建造的 不是的 教会是基督所建造 然后圣灵所保守的 是圣灵浇灌教会 然后把教会又推动出来 向这个世界做见证 阿们 这句话很重要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感应到 主正在保守我们的教会 特别我们会知道 现在我们活在这个疫情当中 都会有这个感觉的 对不对 这几天 每天的病例越来越多 有些弟兄姐妹也忽然间 很信心会摇动的 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事情当中 我们还是相聚 我们今天还是三场的崇拜 等一下我们五位成人要受洗 昨天有五位已经受洗了 我们知道圣灵很真实的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是将我们带到 那个很紧张的状态里面 在很紧张的状态里面还是相聚 那个当中里面还是有人信主 有人受洗 还是有传福音的 还是有做见证 如果你说 我们不要这样紧张 太紧张不好 我们这样危险不好 大家平平安安 然后圣诞节我们去歌剧院 看一个歌剧 耶稣降生 感觉真好 我跟各位说 那不是 你这样的话 你真不明白圣灵的工作 你读一遍《使徒行传》上帝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 跟我们现在当代教会 我们这个舒舒服服的国家里面 我们所造出来的那个基督教 其实是完全相反的 各位理解吗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到那个《使徒行传》 神没有这样带领我们到那个地步 我们不需要到那个地步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跟从圣灵的脚步里面 圣灵带领我们 有安康的时候 有复兴的时候 但是更多时候是 争战的时候 杀种的时候 奔跑的时候 有紧张的状态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 一定是这样的 不然你怎么看到我们上帝 圣灵的伟大 祂怎么激动你软弱的心 祂怎么能够排除那个患难 也叫你在不可能的情况里面 原来你只是要保住你自己的命 但是变成一个传福音者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真是上帝的伟大的工作 我跟各位说 甚至有时候 我们在带领教会 做主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一看起来有一些不美的 不太理想的事情 甚至分争 分裂来 我告诉各位 应该来的时候 应该分裂的时候 要分裂的 我们使徒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去 在会堂里面讲道 他像犹太人 相信上帝的人 当中也有外邦人 有讲道的时候 这个道受毁谤的时候 他怎么做 他把门徒带出来 他是分裂教会的魁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该分裂的时候要分裂的 我自己的服事里面 我跟主说 主我绝对不分裂 那真的是正规传统的主的教会 但是如果有一些教会 带领那个教会的是豺狼 是故宫 他们所传的不是主所赐的福音 是另外一个福音 是人伦道里造出来的福音的话 其实不需要我 主自己会接着 祂的福音的使者 把属于主的群羊带出来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在使徒群传里面发生 今天也发生 使徒群传给我们看 也则是神给教会的一种境界 所以不要每次复兴复兴这个东西 我们不忠心 我们在整个使徒群传的中心 就是那个福音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救赎的福音没有讲清楚 各位很快的慢慢三羊进来教会 三羊带领教会 主的群羊绵羊全部受弱受伤 这样的时候 主一定会把福音使者带来 把主的群羊带出来 我再讲这是给教会的一个境界